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大概10天 11天 对对对 算是大晴假期 我觉得台湾除了春节之外 几乎没有这样子 到7天以上的假 然后像日本跟中国刚好都是 5月都有放黄金周的这个习惯 我觉得台湾老权就是放得太少了 还不错 然后因为黄金周收假是到最后一天是到5月6号嘛 就是我们录音的前天 你知道到今天已经5月8号了 已经开工第二天了 现在推特区是10则里面还是有5到6则 是跟黄金周收假有关系 没有因为你知道昨天开工 但是在下雨你知道吗 只要早上出门 你要出门的时候外面在下雨 就整个心凉掉 就 就是伴随着黄金周收假 就有一个词每年都会浮上来 就是叫做5月病嘛 我们以前应该也有跟大家说过这个 狗嘎之标 就 因为5月版就是 不管台湾跟日本应该都一样 都是美语季的季节 所以呢当你已经没有假了 要回去上班就已经很忧虑了 然后又感觉到天气就很烂 烂得跟狗屎一样 你就会觉得天啊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 难道得栽在这个工作 栽在这个职场上面了吗 对啊其实好像蛮多人都会游的耶 你说5月病吗 你身边 你还好啊我看你干劲满满耶 你已经开始把工作就是捡起来开始做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 你没有耶 你完全没有这个镜头 可是我同事会有人有 像去年我不是刚入社的新社员吗 对 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4月份刚进公司的时候 不是最兴奋最雀跃 然后对未来 哇哭哇哭 充满愿景的那种 最高巅峰的时候 但是你一路只做做做做了一个月之后 发现 哦 我公司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然后我的能力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也不能 那个新鲜感没了 我也没有办法比我同气 那个厉害的人 更厉害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就会开始 然后又加上天气不好 然后黄金周刚结束 就是各种原因加起来 就会让人觉得很忧郁 汤泼下去 对 还有一个原因好像就是那个 好像跟气压有关吧 好像有一些人对气压比较敏感 就是气压第一点 就会开始觉得全身不舒服 哦 好像有人是这样 气压哦 气压 所以日本气压有很明显的不同是不是 这我没听过 我自己是没感觉了 但是好像有些人是会有感觉的 了解 对 因为像在台湾 没有五月病这个词 可是台湾有秋冬季节 比较容易有一个叫做什么 季节性忧郁 就是也是天气一直阴阴的 一直下雨 天气太潮湿太不好 台湾也会忧郁 但没有像 就是有一个五月病这样子的 优美的名词的感觉 可能真的太多因素集结在五月份了 所以还蛮多人会有这种症状 了解 那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 我们听众应该 大部分是在台湾吧 我觉得 目前感受下来 所以大家就是还在老老实实的上班中 五月没有什么假期 五月的台湾非常的炎热 没错 台湾只有1号放那个劳动节而已 其他的就 就要等到 我记得是六月端午节 然后再来就是七月还八月的中秋了 所以台湾的五六七月的假 我觉得是偏少的 所以大家撑住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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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日本这边也没有假 要撑到七月才有 要撑到七月才有 就你们有 有国定假期 几乎是每个月都有 你们这样 要洗衣服 好像真的是几乎每个月都有 有时候还会四连修之类的 超好的 我真的很常看到在日本上班的朋友们 就是可能聚在一起啊 或是去哪里 你去看樱花啊 然后去什么季节性活动很多 我觉得很羡慕 觉得生活过得有层次 又年又节的 最重要的朋友 EJ不在身边 我觉得我们见面的频率没有特别少啊 就是Hika在黄金周有回台湾 然后 所以我就有回高雄跟她见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这个见面的tempo 大概三四个月一次 也没有到很寂寞的感觉 你知道在日本 很多那种 就是朋友 见面的次数 就差不多像我这样 就可能两三个月 三个月才会见一次面 而且我们还跨国耶 我们已经算很频繁了 好啦那 一样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两周 我们有follow到一些简单的消息好了 那今天第一则先 短短的 就是我们录音时间是5月8号嘛 那我们最敬爱的 荒川红老师 就是钢之链金术师 跟百姓贵族的 那个漫画作者 荒川红老师 今天生日 他大约几岁 他四十几岁了吧 四十几岁 五十岁应该有 他小孩都蛮大了 那小孩上我小国中了吧 哪如何都 就是 对对对 就强壮的像头牛一样的存在 呵呵 他自己的形象也是牛啊 所以就是我们的牛妈 牛妈生日 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小小的消息 因为我就是有在follow他推特啦 所以他们那个官方推特都会有贺图这样子 所以今天刚好follow到 好 那正式进入新闻的部分 第一则我们来讲一下阿诺奖好了 阿诺奖又有新闻 哈哈 但是他这个新闻是偏负面的啦 负面是新闻 好那 就是 阿诺奖不是很常在节目上 哦 希腊 哎 犀利的言论 然后会被大家剪成那种 有点短影片啊 他就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个性 就想到什么会直接讲的人 然后他的人设就是有一个是 没礼貌小屁孩的感觉 对不对 觉得他有个人设是这样子 嗯 好反正就是呢 他 在4月底的时候有在一个节目上 然后就是讲了一番言论 然后导致上他那个言论在网络上被大家就是 拿出来批评 那他讲了些什么呢 反正就是有那个 观众投稿 给他们节目 然后请 就是来宾来念嘛 然后反正那个就是观众就是说 呃 请问就是 对于我来 就是 观众是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就写说 他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过 就性经验 他是 豪辣 就是还是处男 这样子 然后 阿诺奖就看到那个 那个人投稿 然后就直接说 就觉得说 怎么 怎么 就没有性经验的男生就是很 很 难 就是难以理解 然后觉得很恶心 他就直接说 就寂寞 就是寂寞 这样子 然后就说什么希望 然后 就是非常讨厌 红针 红针的人 就是还没有破处 我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对然后就 叫人家 叫他直接消失 这样子 所以就这 就是这些言论 就直接在网络上打烟上 我是觉得是的确是 有一点白目 有点过分 得罪 也许他粉丝里面也蛮多 多贴的人 我以前 然后得罪 一遍他的粉丝 哈哈哈 他以前是做地下偶像的 我觉得 他的受众应该真的是蛮大一部分 有可能是多贴的 你知道有一个YouTuber叫做 巴基巴基多贴吗 你跟我分享过啊 哈哈哈 他就巴基巴基多贴 然后简称 嗯 他那人名就叫巴基多 哈哈哈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巴基巴基 是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 Hika跟我分享巴基巴基多贴 我就直接问说 請问巴基巴基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堂堂正正的感觉 就是我就是 堂堂正正的处男 对 这样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他这个人 可能会突然爆哄 好像就是因为前一两年吧 就是有一个 类似新闻节目 就很想要调查 就是路上走的人 大概有多少 那个 多少趴是 多少人是 堂堂 堂堂 就有一个女记者 就去路上随便问 然后 就问到他 他就回答说 欸 請問你是堂堂吗 他就回答说 嗯巴基巴基堂堂堂 然后这句话 正正当当 他就讲 讲的这句话的那个画面 跟那个声音 就 就就就就就爆哄 就爆哄了 爆哄 蛮好笑的啊 因为好笑的点就是 就是你可能 没有画面 然后你想想 嗯 堂堂长什么样子 然后 那个人就是长那个样子 完全就是堂堂的 sono mama 堂堂的代名词 对 对对 然后 他讲话的感觉 笑死 也是很符合堂堂的形象 所以 就马上爆哄了这样 嗯 可是我 我有看过他几部影片啊 我是觉得他是算正常人 他不是怪怪的人 就是一个 嗯 其实好像 不是堂堂就是正常人啊 不是 他都还没遇到 你会发现其实身边 身边会有人真的是处男处女 但是他们是正常人 对 就只是 对 恋爱没有这么热情 就是 或是没有兴趣 或者是还没遇到 对 还没遇到好的人而已 所以我觉得 不需要 因为人家是处男处女 就去 歧视别人啦 对啊 本来就是了 好像蛮多亲戚啊 或是 某一些朋友 好像真的就是 欸 呵呵 就是 就是 就是处男或是处女 对啊 就是因为他们 早就已经变魔法石了 只是没跟你讲了 没错 已经能力展开了 会堵大家心生了 呵呵 没错 好啦就是 是的 跟他想一下 那个处男处女的 那个比例 应该是蛮高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呵呵 我觉得极端的 素质越来越高 有些就是 非常年纪非常小 就 就有经验 然后有一些就是 到年纪 比一般人平均的长 就是 极端的比例 感觉变高了啦 但没事啦 就是快乐就好了 没错 对不对 然后反正阿诺讲 因为这件事情被骂嘛 然后他就是有出来谢罪 对这也是很很简单的那一种 就哦 什么就失眼啊 以后会注意啊 什么什么 呵呵 就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小新闻 但是就觉得跟阿诺讲有关 我就看到 我就放上来 呵呵 好啦那下一篇来跟他 更新一下 我们以前 讲过的一个消息好了 那 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就我们在 几个月以前 有跟大家聊过说 有一个 女生 她自称是 Itadakijoshi Itadakijoshi 她就是那种诈骗 恋爱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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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恋爱诈骗的 施主的感觉 嗯 她就是恋爱诈骗到 她已经有心得 然后还出书 来教其他女孩子要什么 恋爱诈骗别的 叔叔伯伯们 然后就卖那个她的 她的攻略本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她就是被 就是被连带起诉嘛 然后她的那个 犯罪呢 目前已经是被判刑了 那最终呢 这个 Itadakijoshi 就最终就是被判说 需要 居易九年 然后 必须被罚金八百万日币 这样 判刑订阅 关于罚金八百万 我觉得很少 但是 关于 就是要被判九年的话 我有问律师 她说 嗯 就是诈欺罪 日本的法律当中 最高是可以判到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但是她就 她判判很高欸 她就被判了九年 所以算是非常重 嗯 我觉得 确实是得判这么重 你知道 呃可能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新闻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 诶 她只是骗人 教人家骗人而已 她骗的可多了 判那么重 对她 她骗了所有的总金额 大概是一亿五千五百万日币 就是对很多未男性 嗯 讲一样的手法 戀爱 诈欺了一亿多的不法所得 所以你要想 她一亿多 才被罚八百万 她这个零头都高 对 而且重点是里面 不止一个人 好像很多很多人 而且还有很多人 就是把自己的 就是倾家荡场 然后还去借钱 对 然后就是为了要送她钱 要跟她结婚 对 因为她就是一直给人家想要 他们想跟她在一起 然后想要结婚想要住在一起的 这个未来的盼望跟希望 所以就真的把自己所有能给她的 都给她的 所以就 嗯 就她被判的蛮重的 我是觉得说 蛮不错的 我对这个 这个 判决没有什么意见 然后她不是还有贩售她自己写的心得吗 就是诈骗手册 然后诈骗手册 对 诈骗手册的收入 就也有两千万日元 她真的很厉害欸 不得不怎么说 她就是 很会行销自己 但是她就是走错歪路了 没错 她如果去 像爱丽莎莎那样子 哈哈哈哈 她完全可以欸 她行销鬼才 爱丽莎她行销鬼才 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不是那个爱丽莎莎的事情 又是有在 又被延上 对 她会跟她那个 她自己消费自己 她自己消费自己 我就会觉得说 真的男性们 如果你要跟KOL交往的话 真的要想清楚 因为有可能在你们 已经分手 不知道多久了 你的 过去的所有过往 有可能都会被对方 再拿出来 再重新消费一次 所以 就 就 她爱丽莎莎真的很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为官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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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这个 莉莉讲 莉莉讲 你要不要改去当youtuber 我觉得 一定可以 好好的经营 好好的走 等她九年 还可以再写一本书 是不是 什么 什么 空白九年之类的 然后 又 哈哈哈哈 又有一个板碎 又可以重新开始 然后可以 你可以教人家恋爱技巧啊 你就说从 从以前她 用在 非正途 然后她 她现在醒悟了 她要教大家 教大家怎么 怎么 怎么做 怎么抓住男人的心 你看是不是有搞头 一定有小妹妹会被她 被她吸 而且她曾经 可以 骗到男人的 这么多钱 她一定 一定是有料的 哈哈哈哈 对她一定是有她自己 研究出来的 的 的就是这样子 好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一大约就是 莉莉讲的 那个 后续消息 哈哈哈哈 好好笑哦 这个事情终于完结了 我们已经跟这个新闻 跟很久了 半年有吗 因为真的太荒谬了 对啊 这是 真的是一个很奇妙 所以如果有 听众是男性的话 还没有见过面 网友 就是 对你借钱啊 或是跟你讲各种理由 想要你给他钱啊 请大家 把眼睛放亮 不要当火山孝子好吗 就 就 对大家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 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珍惜 这样 没错 好啦 那跟大家 接下一个新闻 那下一篇新闻呢 可能台湾的 台湾的听众 最近可能也有点感觉 因为像是我 我就深受其害 那 就是跟日本呢 湘川县 他们出现大量春香 那大家对春香有概念吗 春香 我以前的国小的树下面 都有很多春香 红色的 学生时期 嗯红色的 好那 现在我们现在在讲的 这一个新闻 它是出现的 春香 跟我们小时候的春香 有一点长的不一样 然后它这个的日文叫做 卡梅虫 嗯 就 就是日本春香 然后它会 是害虫喔 它 在日本的这种是 呃 外观是 有点绿色 然后屁股有点 咖啡色 然后有一个 是 钻石型吗 就是本雷板的形状 哦 所以它跟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春香 春香没有在分种的 有有有 有分害虫的 跟不是害虫的 那我们以前在国小 里面看到那种红色 就是害 不是害虫吧 像是 如果是台湾的话 我们很常见的 会是 它整个春香的形状 是比较细长型 然后屁股有点黑黑的 然后整只是红色的 嗯嗯 那这种的话呢 它是好的哦 它是跟台湾 鸾树是互利共生 对啊 不用伤害的人 所以看到的话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 老师也会教嘛 就是也会说 哦这个虫是 就是好的虫 也不用扑杀 就是大家不要 不要 就是把它弄死 这样 然后在台湾的 不好的春香 是荔枝春香 那荔枝春香 它的整个外形 是有点四方 四 长方形 然后外框 会有一个黑色的边 所以其实跟一般的就是 红基元春香 就是没有害的 异虫 长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一看那个 细长形跟长方形 的形状 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 哦哦哦哦 那在日本出现的 都不是这两种 是日本自己的 有一种绿色的 哦哦 绿色的春香 嗯 然后像在日本出现这个 它就是会对于 桃花 还有梅 桃树跟梅树 就是是会影响到的 然后他就说 是因为今年吗 今年就是 呃 大量出现的原因 是因为暖冬 哦 所以他说 那个春香出现的倍率 就是数量的 多寡呢 是比往常 多出94到280倍 超级多 超级多 好像就是 正常来说 那个到冬天的时候 有些虫子 就会自己死掉嘛 然后因为去年 太冷了 很暖冬 所以有一些虫子 根本就没有死 就直接过冬 直接过冬 然后活到今年 活下来 我跟你说 今年 呃 我们家外面 就我的摩托车 停在我们家楼下嘛 然后我就不常出门 所以我的机车 就是一直停在 半户外的空间 然后我们家楼下 就有很多很多 这种 红肌圆春香 就是好的 红色的春香 对 长条形 屁股黑黑的 就是跟台湾 软束是 就互利共生的 那种好的虫 那你知道 那个数量多到 我整个摩托车上面 很恶心 就是会觉得 我的摩托车是被 摩托车的 到处都是春香 所以我觉得 春香繁衍的 这个情况 不管是在日本 还是在台湾 都有这样子 我觉得今年真的 特别多 真的假的 多到有感 真的 整个地板都是 我真的是 你下次可以拍 现动给我看一下 好恐怖喔 好 我记得上个礼拜 是最多 就上个礼拜多到 你还没贴这篇新闻 给我 还没有贴这个新闻上来 我就心里已经想说 天哪 今年有这么多春香 然后我们家那一楼的地板 就是会有车子 车子 就是进出嘛 那春香一多 大家不可能去 为了散那个春香 就 就是 所以地板就很多 红红的 欸 死体 这样子的春香的尸体 都在地板上 天哪 所以就 跟大家分享这个 小小的行为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 有去香川县的话 说不定你在树上 随便一撞 你就可以掉下来 超级无敌多春香 好恶心喔 对 在台湾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 那 大家如果要杀的话 记得要杀 就是 方形 长方形的 对对对 长方形的 不要杀那个细长形的 这样 因为像那个 长方形的春香 它是 会喷臭意的喔 会喷臭意的 才是 才是 害虫 然后它那个 皮肤接受 接受到 那个臭意的话 是会灼伤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 对对 要杀那个害虫的 春香的时候 要小心 它就是会攻击 什么荔枝 龙岩 跟蓝树 所以就是 真的是比较不好的 虫 所以大家如果 要把它移开 移走的话 要戴手套 或者是用网子 要小心安全 那你们家楼下那个 很多被车碾过的 唇像尸体 会有怪味吗 对 没有 完全没有味道 然后他们 感觉就是 有一只被压爆了之后 其他只会聚集在他旁边 不知道是在吸他的只 还是这样 就 不就有点可怕 对 然后 那个 很多小小宝宝的 小虫也会在大虫旁边 所以就 有非常多 太密集 我觉得就好饿 太密集 太密集 所以车子我现在 可能一两天都要下去 骑一骑他 不然的话 会被 他们会觉得说 诶 这台车 哦 很安全哦 就 就可能会住上来 这样 然后有时候骑车 骑一骑可能 原本躲在里面的 那种小小的 春象宝宝 就会从那个 那个 细缝跑出来 就说嘿嘿 这样子 就会把它吹掉 这样 就真的很多 多到有影响到我生活 这样 这一则新闻还不错 跟台湾有连结 哈哈哈 有有连结 就是从 很多 真的好可 暖冬有感 好 那下个新闻呢 已经算是 算是 日本 日本已经 持续了一段时间吧 嗯 好这则给你讲吧 毕竟你是赚日币的人 就是 就是 我们在开新放廉价的 是 的 那几天当中呢 某一天 呃 日元贬值到 就是 因为日本这边在看日 日币的那个 价值的时候 都是对美元在比的 对 然后 然后 他们有某一天呢 就是有 就是有贬值 贬到 一美元 对 一百六十日元 这么低 超 低 对 好保低 哈哈 就是 人家在说 日币贬值 正常值 好像 以往的日币 好像一百 大概一百三对 一美元是一个 大家都可接受的一个 数 数字 但是 到一百六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太夸张了 太痛苦了 真的很夸张 大家真的是 觉得已经是 到底线了 结果没有欸 没有底线欸 低还可以更低欸 然后呢 就是 日币贬值 就是对整个日本 在日本生活的人来说 真的很痛苦 因为进口东西 真的都会变得很贵 然后赚日币 所以 像黄金周的时候 其实日本人 出国游玩的比例 是大幅下降 因为日本人 本来就不爱出国了 现在又 又更没钱 又更 又更出不去了 对不对 我那一天 就是出发去台湾的时候 是从成田机场出发的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成田机场这么空 我完全没有要出镜的 都是人家要进来 对啊 然后呢 就是在聊到日币贬值的 这件事情之间 之间 然后我就FB 就跳了一个动态回顾 然后那个动态回顾呢 是12年前 那时候我跟Hika 应该还是高中 国中升 高一 高一升的时候 然后Hika就发了一篇FB的贴文 就写说 日币升值啦 现在台币比日币 是1比2.7 然后就说 现在去日本又更贵了 12年前的动态回顾 我就跟你说 以前我们 我们国高中的时候 在想日币的时候 就是想说 日币除以3就是台币哦 对 你知道现在是要 完全不成立了耶 完全不成立了 完全不成立了 我那个时候不是说 1比2.7吗 现在应该是1比 4 多少啊 4点多 那个时候去留学 都会觉得说 有点贵 就是比如说 付日本语言学校的学费啊 或者是去那边生活啊 什么礼金 付金押金租金 你知道你现在如果有 计划去日本 念语言学校的话 会比你十年前还要省 超级多钱哦 所以如果有要 去打工度假 去念书啦 去念书可以去念 如果想要去赚钱的话 就先可以再想一想 真的可以想 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真的很穷 考虑 对考虑去念书 可以去花钱 那去赚钱的话 可能要再过个几年 就不知道那个 就不是说什么日本央行 要出手干预吗 然后好像干预了一天 然后有拉回来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贬值了 结果又过了两天 马上那个日币又不再贬回去 所以这个政策 可能还是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 要去日本玩的话 可以就是循序渐进的换啊 因为你什么时候 我觉得大家是摸不到底线的 所以就 慢慢换 有能力就换 这样子 所以现在日本 这边在推一个东西叫做 新逆傻 就是我们台湾人 不是很爱买ETF吗 对 然后日本这边出了这个新逆傻 就有点像在买ETF 但是它可以完全不用扣税的一个方案 然后就是有一个上限啦 就是好像 一年最多可以投到240万 240万以下 240万日币 以下的话呢 就是完全收 就是有收益的话 就是全部都是你的 就是不用缴税的 一个 嗯 这算是给一个投资的service吗 算是 然后日本人呢 就会很喜欢用这个 然后去买 美国的ETF啊 或是去买 什么其他什么 发展中国家的ETF之类的 他可以考虑买台湾啦 台湾经济的吗 对啊 就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蛮多年轻人啊 都有在搞这个 对 我想也是 真的不做点什么 那个钱就是存在银行 就被失掉 对啊慢慢就不见 被通通失掉 对啊对啊 很可怕 所以如果有在赚日币的大家 辛苦了 像Kika这次回来 很可怜欸 很明显觉得 那个赚的跟花的 就是有不成 不成比例 可是我觉得台湾 我比较例外啊 因为我回台湾 都是我爸爸支柱的 就是家人有帮忙 那还好 我真的不用出一毛钱 哈哈哈哈哈哈 好没事没事 但如果是在日本赚 在日本花也倒还好 就不用寄钱吧 嗯嗯 我觉得是最需要 感到辛苦的 像日本也非常多移工 比如说 越南移工 嗯嗯嗯 菲律宾移工 那他们是可能 赚在日本赚的钱 是要寄回去 就是他们家乡的家人 的 那他们就会 差很多 他们这些移工好像 现在比较喜欢去韩国欸 哦对对 他们现在都改去韩国 因为韩国也 也在抢人 因为韩国也缺工 然后像日本 现在就是低价 就是反正都要被人家瞧不起 就是我 就他在韩国 会被人家瞧不起 在日本也被人家瞧不起 在台湾也被人家瞧不起 那当然是钱越多的地方 越好啊 就是啊 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命案吗 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 有个命案 那个菲律宾的女性义工 杀死了她 前男友的父母吗 在哪里发生的啊 在 诶 在东京吗 哦 哦 我是看那个威偶 威偶讲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大家好 我是威偶 对就是那个威偶在讲悬案的 然后是很新的新闻哦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的话 你可以去搜 诶 诶 诶 对然后他在三周之前有一个 东京地板藏尸案 这个藏尸案 就可以连结到日本对于移工 还有对于移工签证的限缩令 就可以连到你以前可能有看过的其他文章 我觉得蛮推荐 看这一部 反正就是那个女生 她就是想要 她就是在日本在担任那种陪酒女的那种 就是那种有点法律边缘的行业 嗯 然后她就想要跟一个 她认识的日本男生结婚 然后那男生家里还不错 但有一点妈宝吧 应该是这样 然后反正她们原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但是被她父母 男方的父母反对 然后那女生就 就是有一点反目成丑 就觉得说她们没有办法结婚 都是她男方的父母的错 所以就是 火同她菲律宾的朋友 潜到她前男友父母家 然后把她前男友的父母杀掉 然后藏在地板里面的一个事件 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在台湾 同样的事情好像也会发生 除了是外国籍之外 她那个父母 一开始其实是很欢迎那个女生的 但她那个父母会反对 是因为她发现她儿子 一直借钱给她女朋友 然后都没有还 这个就 所以她 跟国籍比较没有关系 对 跟国籍没有关系 那个父母 她们一开始是欢迎那个女生的 但可能后来知道说 那个女生的金钱使用 或者是金钱观念不好 或者是 只是想要涂他们家的钱的感 意图被发现了 所以才被阻止 所以就 就是 就是有这个事件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这一个事件 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会有整理的蛮清楚的 然后可以刚好去连结到 诶我记得是 转角国际 在前几周应该也有做一集 就是在讲说 日本 日本 限缩 外国人 签证的 的一个新闻 刚好在我心中就把它 黏在一起 就是 所以就 就就就 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些文章 就 对 好 蛮有趣的 好 那下一篇 新闻 好那下一篇呢 是 就是推特 曾经也 有上推特趋势 对吧 在四月底的时候 大概是一周前 阿斗在 國立竞技场 开演唱会 的事情 就是 诶你有收到票吗 没有 还是 我有去看啊 你有去看 你有去看 好好 那这篇 这篇你比较有发言权 就是我 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吧 就是 有这个消息出来 阿我就是 就是 想说参加看看 反正不一定会抽到啊 对 我是可去可不去的那种人 然后 我就不小心就抽中了 然後 然後我那时候在订回台湾的机票 我还忘记 我有 我有这场演唱会要去看 抽中 然後我一开始订的机票 还是刚好就是 演唱会当天的机票 演唱会那一天 我还为了这个演唱会 就改了我的机票日期 哈哈 对 我是有去看的 Hika是一个 运气非常好的人 就他现在抽 抽演唱会 满票 百抽百中欸 真的 很恐怖 我还没莫选过欸 哈哈哈哈 这是追星的命 你知道吗 各位听众 他就是追星的命 而且你知道 阿斗演唱会外面 还蛮多人在举牌子 说 求票 求票 对求票 超多 好想看 拜托给我票这样子 嗯 嗯 所以我就想说 唉呦我这种 那个 没有说非 没有说非非非 一定要去看的人 然后不小心抽中 我是狂奔抽到 对 还蛮抱歉的 然后狂奔没抽到 对对对 没事啊没事 对 可是反正就是阿斗的演唱会是有一些争议的 对 而且还蛮严重的 就是说 他那个国立竞技场的场地呢 就是当初 2020年 东京奥运 的时候 的那个 新盖好的那个场地 不知道代表没有印象 嗯 就是好像蛮多作品 都会出现那个场地的啊 不知道欸 像之前那个 Love Live Superstar 的片头 片头曲的那个场地 就是那个场地 嗯 就是蛮多 蛮多动画之类的 就是有一个圆形 嗯会提到的 圆形 然后半开放式的一个 嗯 有点像高雄的那个 市运 市运 市运主场馆 那个感觉 的形状 对 就是半开放式的 然后 嘿 阿斗就是搬在那里 然后她是 第一位女性 Artist 就是 在那边搬演唱会的人 对 嗯 然后呢 很多人去看欸 好像出动 两天 两天出动了 十四 对十四万人 次这样子 嗯 嗯 然后 他那个会沿上的原因就是 那个场地的 音响 音质 嗯 太差了 就是差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音场 音场 音场 音音乐的音场地的场 就是 有人会说 这个演唱会音场很烂 那可能就是他的音响 真的很烂 那可能就是他的音响 你亲自去所以真的有感是不是 因为 他那个 阿斗出场前 就是有个DJ 已经在那边开始放音乐 暖场 对暖场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欸 啊如果等一下也是这个音子 应该等一下不是这个音子吧 就是我那时候在 他在暖场 那个音子就是很像 很像那种 就是杂音 就是你听不出来 他在放什么歌 那种 四次的 破破的音 破破的音 然后又还蛮小声的 然后你就很难听出 他现在在放 是哪一首歌啊 这样 那么严重啊 嗯 然后到那个阿斗出场 他开始唱第一首的时候 他第一首是唱那个 但是因为这首 就是那种很大声的 这首的话就是辨识度蛮高的 然后 但是他可能下几首 是我比较不熟的歌 可能 那个前奏啊 然后到他开始唱唱唱唱唱到副歌 我才知道是哪一首 这种程度欸 那么惨 你的位置很后面吗 对啊 没有没有 就是一般的 没有很后面 一般的地方 对 还有比我更后面的 四五楼 四楼 我在大概二三楼那边 那几天的催特 就是真的有 有看到蛮多 就是网友在抱怨说 好不容易抽到票 然后结果 呃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舞台的呈现效果 觉得很失望 但他们会说阿斗很 阿斗没 没有问题 阿斗很猛 他很猛 我觉得如果不是阿斗本人 就是是其他那种偶像之类的 就可能真的完全撑不起来 会觉得这是我来这里干嘛 我干脆在家看影片就好了 是喔 真的 真的 很惨 怎么会这样阿 他们日本人办演唱会的经验 怎么 那么多 怎么会还会犯这种 音场的错误 在想是不是那个场地 就不是办演唱会的场地 它是一个运动场 国立 可是国立竞技场也有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乐手会去那边办阿 所以不会是第一场演唱会阿 是 而且但是 但是因为他那个演唱会就是设计也太好 就是他 除了音响很烂之外 我觉得其他都一百分耶 就是像 都完美 他他那个舞台设计阿 就是他后面会放一些3D的一些影像 什么之类的 就跟他的曲子就是完全超搭 然后 那个嘉宾有初音阿 我有看到人家发 你有看到吗 就是他跟初音 初音是他的那个特别来宾 然后他们有出一首 包包 出一首歌叫做 櫻花的音 然后日和 有一首新歌 可能现在那个 网路上还没有发布 YouTube应该有 之后可能就会有了 他 他这首歌就是在那场演唱会上第一次发 就是发表 对 抢先听 超好听 然后就是 所以他 而且那个初音的特效做得超级好的 对 就舞台呈现很棒 然后大家都知道 阿豆他是不露脸的歌手 所以你看他演唱会 几乎就是只能看到他的黑影 就是他本人是在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 然后他的那个黑影跟初音就是同台 在那边跳舞 而且他的打光的老师真的很厉害 不得不说 每次阿豆的出场 我都会觉得说 他的灯光师真的是需要用钱供着 他整体整场演唱会 我有看到流出的 人家比如说IG啊 或者是人家推特上面讲的 每一个的光都超完美的 完全阿豆的脸完全一点点露出来都没有 我后来 我后来 就是后来uncle去之后 最后他有 坐那个花车 你知道那个演唱会 那个 不是常常会那种花车 对对对对 绕场 嗯 然后那个花车 其实他打光打得满亮的 然后我就想说 他是不是好像有戴一个黑色的头套啊 哦 原来如此 我在想 我们可能暗暗的也看不出来 他有没有戴头套 就是 原来花车是会露线的 果然是要去现场才会知道这样的情报 哈哈哈 可是我又看到蛮多人说他坐在第一排 他有看到阿豆的脸 我在想说他是不是幻想的 是吗 有可能 因为你在你自己坐到第一排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是真的还假的 对 你是幻想阿豆是长什么样子 对 好 请他记在脑海里就好了 对对对对 不用讲出来 阿豆还想要过一般人的生活 还有另外一个来宾是那个 有一个乐团叫做B B子 B 然后一撇Z的一个乐团的吉他手 嗯嗯嗯嗯 叫做宋本小红他有来 但我不认识 有合作 他是那个阿 那个道夜志 道夜浩志阿 哦 你知道 跟主唱 主唱是道夜浩志的那个团 我很喜欢道夜浩志 我觉得他是 中年阿伯的帅的顶点 哈哈哈 可是他唱 就我之前 他们合作的那首歌我还蛮喜欢的 嗯 讚 哦真的吗 像那个道夜浩志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节目中也有讲过 就有一首 有一个动画叫做截戒时 哦 然后截戒时的有一首片尾曲 就是道夜浩志唱的 哦哦 我很喜欢 对以前也有讲过 好哦 所以就是B子 B子的吉他手 他们就 那个团就两个人啊 一个道夜浩志 一个松本小红这样 哈哈哈 好哦 那你听到这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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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会觉得蛮爽的 哈哈哈 真的吗 好我等着音缘出来 就有这一个争议啦 而且刚好Hiccup本人有去看 所以就把这个新闻纳进来 我不得不说 阿斗真的是我 我觉得 目前我心目中 最会唱歌的歌手 他真的是实力 他一个人撑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 就到最后一首都还是很稳 很猛 艾勒斯等级 他是用吼的在唱歌 大家都知道 艾勒斯等级 而且他们就是 连唱两三个小时 然后都脸不红气不喘 体力超级好 好想看哦 好崇拜 所以我们用就是 让Hiccup都去看演唱会 再来跟我们分享 这些我们在海外粉丝 抢不到票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 就让Hiccup这个神 神抽手 继续抽吧 没错 交给我 交给你 好啦 那今天最后一只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们前几个月 应该也有跟大家分享说 东京迪士尼海洋 它就是要扩大新园区嘛 就是以冰雪奇缘 然后小飞翔 然后跟 还有一个是什么 啊长发公主 的这三大主题的新园区 它在6月6号的时候 要正式开幕了 我觉得哇 真的是迪士尼 不断的是在扩张 现在已经好像 会有几个什么 网红啊 会被邀请去里面 拍一些影像给我们看了 对对对对 现在是YouTube时间了 嗯嗯 超级羡慕的欸 就 就 反正他们 我看了那个 他释出的宣传影片 然后还有他提供的设施的简介 我就觉得天哪我太想去 我真的好想去哦 因为像是冰雪奇缘跟长发公主 这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 迪士尼动画 然后 他里面 像冰雪奇缘的那个新的设施 就是 呃你坐着 有点像过山车的形式 然后可以逛他的城堡 然后 也可以看很多 就是经典的画面 而且他有说冰雪奇缘的设施 就是跟 然后美国加州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也有冰雪奇缘的设施 但 日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是独家的 就日本独家 对 所以 哇 我很期待 然后像 可能 开幕之后 我们很难去 因为会太多人 他现在 根本抽不到之类的 他现在有说 就是完全都是抽选制 然后 除非是你有买到 他们里面的一个新的 最新的饭店 那如果你有买到里面的饭店的话 你就是可以再买他 入园的 就是整理券 嗯 然后非常贵 当然 就是 饭店很难抢 然后票也很难抢 然后进去全部都是要抽整理券 或者是你可以花 我记得是什么 两万九千日币吗 可以买一个VIP的 的东西 你也可以进去这样 所以就 你要嘛就是 我们再等个一两年 要嘛就是把钱准备好 就可以准备重了 这样 加油 然后呢 大家努力赚钱 大家加油 台币强势 刚好可以去日本花 新建成的那个酒店啊 就是那个饭店 他的住宿费 大概是三十万日币左右 就是一个晚上 他只有三十万这个 这个价钱的等级的吗 就是 他有更便宜的吗 好 这个真的是 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人 有办法住得起的 就是这样 但迪士尼也是很努力啦 他们不就是开元四十周年吗 所以他们在这个新的园区 投资了 我看到那个金额是三千两百亿日币哦 他们在这个新的园区就投了三千两百亿日币 所以他们 当然要回本嘛 所以会 会很努力 所以如果 6月6号以后 有想要去迪士尼的新园区的话 可以先载那个迪士尼的APP 就是我们不是 那时候去迪士尼也有 也有载 然后你载那个APP之后 他就是有这个新园区的卷 你就一直刷 一直刷 你就想办法 刷到那个整理卷 你有抽到 你就可以进得去 这样 没错 好 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终于迪士尼的新园区快要盖好了 应该在我们 下下次录音 他就开幕了 对差不多 没错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今天 就是有释出一些影片跟消息 我再把那个 他们的宣传影片 放在下面连结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点开来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那个 网路上我看到有人 简称 东京迪士尼 叫做东迪 你有听过这个讲法吗 没有没听过 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看到 哈哈哈哈 东迪 谁是给我乱简称 好荒谬 我想说东迪 是东京迪士尼吗 这是什么 哦 迪吗 托迪 迪士尼吗 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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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不疼喔 我想说这个 五个字而已 这个叫法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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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 哈姿迷迷 我第一次听说 大家真的是有这么懶吗 打字也也没几个字吧 哈哈哈哈 要不然就讲迪士尼就好啦 三个字啊 三个字 迪士尼 迪我们最近迪士尼就只有东京跟香港啊 啊大家不那么爱去日本 突然想到这件事 对你自己玩就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像当初我听到有人在讲生块一样 惊讶 哦生块确实也是 生块是有需要 有需要这样简称吗 哈哈哈哈 没有需要哦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 好 有没有无聊小事 哈哈 无聊小事 好那 诶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 跟日本有一点点关系的影片 好了 就是 大家知道浩浩吗 浩放 嗯 知道啊 这个这个YouTuber很有名吧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他用了八 他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从没有马拉松 跑马拉松习惯 然后 他 就是常 宝旷利水的赞助他 去 跑东京 马拉松 42k 然后他 成功的跑完 并且达成自己的目标 就是我 我看了那个浩浩的那个 马拉松的影片 一个多小时 就一个一个多小时的影片 我把他看 我看到我超感动的 就 就 就他他 虽然是他是 边赚钱 边运动 边 就是很令人羡慕 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像浩浩这样子 有人赞助就真的 从零开始做到可以跑完42k 就 如果大家 对东京马拉松 有一点概念的话 他是那个 我很久没有看到他的影片 他 那如果他 演算法吧 他练成可以 跑到42k 的话 他 体态应该也差很多了吧 你知道他的那个 YouTube 你从一开始 他刚开始练跑的脸色 跟他跑完42k 红润的 容光焕发的脸 完全不一样 他整个脸 黑眼圈都 变少了 然后 整个人都有气色 都很有精神的 然后跑完42k 还可以在那边讲干话 还可以 在那边活银跑 我等一下就来看看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大家 如果还没看浩哥 这个影片的话 很推荐大家去看 然后 他这个算是 好像 马拉松的世界里面 有六大赛事吧 然后 然后东京马拉松是唯一一个办在亚洲的 嗯 就是马拉松比赛 然后 如果你想要自己去报名的话 是很难 抽到的 就是你连 要抽 都很难抽 然后 人家说他那个 马拉松的中签率 大概是10%到12%左右 所以很多没有抽到 就是东京马拉松的 跑者 也会 通常都会去当观众 去帮有抽到的人加油打气 那我就 就也有看到有一个阿伯 就是举着一个牌 就写说 他已经连续17年 都没有抽到 东京马拉松的跑步资格了 太惨了吧 对 所以就是 就 浩浩可以 不用抽就参加 是因为那个 保矿力水的是赞助商 当然 所以他有一个 有一个就 赞助商的名额给他 这样 所以如果大家 不知道这个 马拉松赛事的话 大家可以透过 好好去 去认识这个 东京马拉松的赛事 我觉得这是我 印象很深刻的 就最近跟 日本有关的一个影片 这样 了解 好厉害喔 不得不得不说 真的是 你 你之前还在当 选手的时候 最多有跑过 多多长的距离过 跟大家 这边前期提议一下 我过去 国小到 国中是 羽毛球 选手 然后 羽毛球 也是需要练 体能的 但我们的体能 不是像 马拉松选手这样 就是一直不断的 练跑练跑 练体力 就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 配合重训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体力 然后我们需要 柔软度什么之类 我们 训练方式比较全面 所以我们跑步 不会一次叫我们 跑什么 40K这种 不可能 没有 我们可能顶多是 跑个 可能10公里吗 10公里对我们来说 就算久了 所以 42公里是一个 难以想像的距离 你知道吗 等一下 10公里大概 你们 你当初 10公里大概 花多久时间 可以跑完 很久欸 应该是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因为我就记得以前 我跟一阶 还是国中同学的时候 上体育课 上体育课 暖完身 不是要去跑操场吗 然后跑操场的时候 就很累啊 在这边喘 一边喘 一边喘 怎么讲话 但是一阶就一直在旁边 一直跟我讲话 我就等一下 我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他一直讲话欸 我以前 就是我 以前的体育课的强度 对我们 校队的 选手来说 就是 轻轻松松 我们可以边 边跑步 可能跑个十圈超长 都可以边跟隔壁的人 边聊天 就是有说有笑 那种聊天 哈哈 那现在不行了啦 好像我会死掉 太久没练了 对对对 那个体力都是跌上去的 所以 所以 看到浩浩就觉得说 天哪他真的好厉害 而且他是阿伯了吧 如果 快四十岁了吧 快四十岁了吧 快四十岁啦 我就觉得说天哪 他 而且他工作那么忙欸 他就 又是一间公司的老板 然后又是以前没有什么 很强的运动习惯 然后就这样子 用八个月的时间 从零开始练跑 他有教练吗 还是他就自己练 有有有 他有教练 然后那个马拉松的时候 有一个陪跑员 就是有 有配合他这样 了解 所以 可是不管怎么样 然后如果你跟我说 八个月有 有一个陪跑员有个教练 我不敢跟你说 我可以跟浩哥 跑出一样的成绩 阿如果有钱给你欸 他总共 我会努力 哈哈 对阿 浩哥有收钱的 哈哈 有收钱 而且 可是你要想 浩哥他最后四十二公里 就算有收钱还是很厉害 就算有收钱还是很厉害 四十二公里 他用四小时欸 四小时内 跑完 欸 很厉害 这不是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对 这不是一般人的 有办法的 所以我推荐所有听众 如果还没看浩哥那个影片的话 可以看一下 他值得更多点阅的 哈哈 好 嗯 OK 那你最近有看什么 什么特别的东西 印象深刻的东西吗 好像没有欸 我都在看废片 最近黄金周啦 都在 都在休息 都在休息 最近喔 上两周前那个艾姆 不是有出新的曲子吗 然后他就一直 他就一直在我的那个YouTube上面 很好看欸 很好看欸 一直会出来 然后我就会一直点 大概是这样 不知道已经看了几次了 对 然后最近台湾的话 最近那个新翻那几集就上了 然后就是 也 如果有对新翻有 有兴趣的话 可以开始看了 现在大概有五到六集 刚好是可以追翻的程度了 这样 好 好 那这礼拜 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 就是 未来的两周大概是 过得开开心心 那我们就 下次见咯 下次见咯 两周后见咯 哈哈哈哈 兩周后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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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